在刚刚结束的2024年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中 3比0横扫大马 国宇爆冷夺冠 国宇即使没有派出全主力阵容 依然强势夺取冠军 文弘扬的冷静应对 谢浩南增维翰组合的惊喜逆转 以及雷兰西的速胜 精彩瞬间让人目不暇接 接下来我们将一一呈现每场比赛 展现这些让人振奋的胜利瞬间 感受决赛对决的精彩 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终迎来最终决赛 中国男团对阵强敌马来西亚 尽管之前的比赛旅程对于国宇来说 是一场艰苦的挑战 他们在对阵印度、印尼和韩国的过程中 都历经五场硬仗 每一场都消耗巨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这次中国队并未派出全部主力阵容 主要以锻炼新人为目的 但他们依然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展现了队伍深厚的实力与广阔的潜力 首场比赛中 面对马来西亚 没有派出受伤的主力李子佳 而是选择了梁俊豪这位骑兵的决定 国宇依旧坚定地派出了温弘扬 比赛过程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时刻 梁俊豪的运气似乎达到了顶峰 频频打出让人难以置信的滚网球 但温弘扬以他超群的实力和冷静的头脑 最终以21比19和21比17的比分取得了胜利 为中国队赢得了宝贵的开局第一分 进入第二场男双比赛 中国队派出了谢浩南与曾维汉的组合 对阵马来西亚的谢定峰和苏维依 尽管从排名上来看 双方存在差距 但谢浩南此前的出色表现 证明了他值得这个机会 首局比赛 中国组合凭借对手的慢热性质 取得了21比16的领先 然而在第二局中 尽管大马组合有所恢复 但明显体现出了体能的巨大消耗 特别是谢定峰的防守质量和连贯性 明显不如平时 尽管中国组合在这一局中过于急躁 想要迅速取胜而导致失误增多 但他们最终以16比21的比分 让出了这一局 关键的决胜局 谢浩南和曾维汉的进攻依然锋利 尽管失误仍旧不少 这也是年轻组合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战术上 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不断地给予对手压力 决胜局中 他们展现了非凡的毅力和速度 尽管面临发球失误和黄牌警告的挑战 但他们勇敢地应对 最终在关键时刻完成了逆转 以23比21的比分 2比1险胜 掀起了这场比赛的最大冷门 随着中国男团在男双项目中 以惊心动魄的2比1逆转胜利 爆出大冷门后 比赛氛围达到了废点 紧接着 第三场比赛中 雷兰西对绝马来西亚的年轻选手尤阳 再次引发了观众的极大兴趣 雷兰西 这位记忆高超的选手 以其独特的比赛风格和冷静的场上表现 迎战了有着类似风格但惊艳上前的尤阳 首局就展现了雷兰西的绝对优势 他不仅在技术上占据上风 而且在战术布局上也显示出了他的高超智慧 尤阳虽然努力寻找比赛感觉 试图突破 但雷兰西的压制让他难以展开 以21比10轻松取胜 为观众上了一堂生动的羽毛球课 第二局中 尤阳似乎稍微适应了比赛节奏 开始试图打破雷兰西的控制 然而 雷兰西并不急于进攻 他更偏好于控制比赛节奏 精准地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 尽管尤阳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 勇敢地扑向每一个球 但雷兰西的经验和技巧让他始终保持领先 最终 雷兰西以21比14再次胜出 不仅个人表现令人赞叹 也为中国队增添了一分 随着雷兰西的胜利 中国男团以3比0的绝对优势 横扫马来西亚队 荣获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冠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队此次并未派出全部主力阵容 却依旧能够在这样高水平的比赛中夺冠 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感谢每一位羽毛球爱好者的关注与支持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不要吝啬您的点赞 分享和订阅 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精彩的赛事 共同见证国语的辉煌